C型肝炎口服藥物 各位相親大家好 我是凡療醫院消化內科葉形容醫師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 最新型的C型肝炎口服藥物 C型肝炎是一種 以書寫或體液來傳染的疾病 所以共用針頭、開刀書寫 或者是不正當的新型肝炎 都有可能傳染 全台灣C型肝炎代理人數 大概是40萬人 這個病如果不治療的話 在發作的時候患者可能會有 口苦、皮膚黃、茶色尿 疲倦的現象 甚至患者容易出現肝炎化 有百分之五的人有可能最後都會變成肝癌 所以如果有這個問題的話 要及早找醫師診治 以前C型肝炎的治療 是以干擾術為主 都是用針劑、負作用大 成功力也只有七成 很多人都無法忍受 後來發明了全新的C型肝炎口服抗病毒藥物 但是一開始出來藥費很貴 107年開始 政府開始有條件給付一些新型的口服抗病毒藥 但是只能用於少數的基因型 後來有開放了全基因型的藥物 就是不管是哪種基因型的C型肝炎病人都可以使用 那仿療醫院最近有進了最新的兩種全基因型的藥物 因為仿療醫院的C型肝炎病人大概有四種基因型 所以不管哪一種基因型都可以接受這兩種藥物治療 就是愛百樂跟伊普莎 愛百樂可以用在洗腎病人 那有些患者甚至使用上可以八週就可以結束一個療程 那伊普莎的療程是12週啦 但是嚴重肝炎病人也可以使用 那如果你健康檢查或者是經過醫師的檢查 發現C型肝炎病毒抗體陽性 就可以來消化內科接受病毒量跟參波在篩檢 一旦發現符合C型肝炎口服用藥的條件 醫師就會請各管師收案 然後幫你做藥物的治療 那這個藥物如果日費一個療程是要20萬的 所以健保局的政策來講對貧困的民眾來講是一大福音 那一個人一輩子只能用一次健保的藥物來治療 所以一旦符合健保局的用藥條件 一定要按時服藥 這樣才能徹底把C型肝炎治好 訪療醫院關心您 好嗎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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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